你剛提到了在八人傳說裡面非常驍勇善戰 而你知道現在在少數民族裡面 連女人都非常厲害 我覺得你知道明朝末年有一個在武林協界裡面 相當相當有名的一個叫天都少俠向妍池 天都少俠 天都少俠向妍池 這個是真有其人 在明末的時候非常有名的一個武林人士 他五雙刀 五雙刀 後來你知道 有時候小時候經常講說這個向妍池 是跟一個餘養老人學劍學刀 後來有劍結傳世 現在劍結也有 現在劍結還傳到 武林人士都知道有在這一號輪物 向妍池 對向妍池 但這個向妍池大俠他雙刀從哪裡來 我們講中國歷史上那個南北朝的時候 一個賢夫人 他是那個廣西壯主 另外在明朝的時候在嘉靖皇帝 所以有出了一個瓦斯夫人 瓦斯夫人他從小就喜歡雙刀 女人喜歡雙刀 所以他雙刀舞到後來說出神入化 他可以以雙刀剋一槍 雙刀可以剋槍 可以剋歐扣的單刀 他女人力氣不夠還可以舉雙刀 對他從小就喜歡 他喜歡舞刀 而且喜歡兵法 所以他後來他長大以後 嫁給一個當時在廣西的一個土師 姓陳 這個陳 一個山一個建立陳 所以他後來寫了一本書叫陳家兵法 陳家兵法你知道誰用了很多 誰 當時七季光跟宜大友很喜歡他這個人 很喜歡說那個陳家兵法 後來在軍中也一直在推廣 那這個瓦斯夫人從小寫這個陳家兵法 跟那個舞這個雙刀 後來你知道他開始長大以後 當時明朝家境的時候最大的那個編範 就是歐寇嘛日本歐寇 歐寇很厲害五四刀啊 當時明朝要去對抗的時候很難 很難 後來宜大友就找了瓦斯夫人下山 然後呢 他知道說 聽說瓦斯夫人在山上練兵很厲害 有所謂叫狼兵 狼兵是他帶的 對狼兵 總共練了七千五百多個人的狼兵 他就是用他們壯主在山上的那些壯 年輕人藍的女的都抓過來 他信念兵很好玩 他會讓他們穿那個壯主那個目擊啊 穿了以後三四個四五個排成一排 繩子綁了 你要目擊一起走 你要同進同退要很快的速度 要練到大家協同一致 是 然後他又規定說他們在打仗的時候 要七個人一組 是 他兵法寫得非常清楚 他說六個人負責擊劍 負責擊刺 然後一個人去專門砍敵人的頭 砍完了又爆弓的時候七個人平分 七個人都有攻 但你如果說這七個人裡面如果七人為無 有人被殺了 有人一個被殺的 你那個六個人沒有幫他討回來 你六個人跑掉了 六個人一起回來斬頭 所以他兵法相當嚴敏 是 那進退協同作戰很厲害 那他就信念他們就用這種所謂的雙刀 還有那個長槍跟那個盾都有用 後來你知道在那個歐寇的時候 跟在金三位 金三位在現在的上海這邊 打了一戰 當時歐寇大吉入侵 大吉入侵 那他們的一個一個主 那個明朝的一個主官 被人家中土攔截 兵敗如山倒 後來那個 瓦斯夫人 帶了幾百 那時候還不是七千多兵 帶了五百 五百那個子弟兵 狼兵衝過來 跟歐寇兩千多個人大戰 你知道那一戰非常慘烈 他底下的十四個副將全部陣亡 他的兒子命也陪進去 但是瓦斯夫人一個人 他說那個歷史形容 他說他是那個P圖散法 一個人拿著雙刀 衝進歐寇 等於衝進五四刀陣裡面去 結果既然那一戰 後來在金三位 把金三位保住了 保住了 把那個主官也救回來 所以歐寇那時兩千多人 被斬首七百多 其他一千三百個人逃掉了 他不敢跟他這樣 他總共才五百狼兵 所以瓦斯夫人 在中國那個少數民族的歷史裡面 他其實後來被稱為 中國那個中國建政 也有說他是那個 中國歷史上第一金國英雄 其實講的就是瓦斯夫人 好所以我們剛才一開始就談到是 現在全世界第一大壩 藏木水壩 在四月份 他要啟用了 這個水壩 他控制了整個亞魯藏木礁 也控制了恒河 現在讓整個中國跟印度關係 非常緊張 明天就是車諾比核災三十週年的日子 大家就非常好奇是 這個地球上面最大的核災難 他們經過了三十五年 現在在當地 到底是什麼樣的模樣 現在動物星球頻道 就做了一個核災過後的車諾比 他們看到了什麼 沒有錯 三十年前的四月二十六號的時候 這個車諾比發生了這個核災 但是在這個凌晨的時候 這個核能發電廠的四號路發生爆炸 洩漏了這個八萬噸的核廢料 八萬噸的核廢料洩漏出來 保潔你知道是相當於什麼 四百顆的這個廣島原子彈 洩漏出來的核廢 廣島原子彈四百顆 對 然後還相當於浮島的核災的 這個五倍左右 所以這造成的災難當然非常大 那到目前為止的話 這附近大概方圓三十二公里之內 還是進去不能進去 所以現在大家都認為說 這裡面一定是荒煙漫草 這個好像非常荒涼的樣子 但是最近地球星球頻道 他進去裡面拍 跟我們看的好像不一樣 我們看到進去的話 櫻木眼簾就是一座紅森林 紅森林 你看這個森林 你進去裡面看的話 到處都是很茂密的樹 那這樹 樹還活著 這紅的顏色 你會認為說樹或許還是活著 但不是 它不是活著 寶傑 它其實在核災爆炸的同時 樹就已經死掉了 樹在死掉的同時呢 它的樹葉變成了紅色 所以才會有紅森林 那你只需去踢那個木頭的話 其實木頭是非常非常的硬 因為它在當時就已經死亡了 那你去撿起它的木材 這個落葉 因為很多落葉對不對 你撿起來說 那死亡怎麼還有落葉呢 它的葉子是非常脆的 它是當時的落葉 就落在那個地方 你說三十年前都落葉 一直到現在 對 非常的脆 而且不會腐爛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當初在核災爆發的同時 已經把當地的細菌 那些所謂生態系統 完全摧毀 所以其實這邊是一個什麼 我們如果用白話文講 是一個木乃伊化的狀況 它保留的是三十年前的樣子 因為我們知道 所有的東西腐化是 你要有細菌 對 你要有昆蟲 對 等於說把它腐化掉 對 昆蟲細菌都沒了 對 它就是一個 木乃伊化的現象 保留在那個地方 那我們在 或許會覺得說 那裡面到底真的沒有生物嗎 其實還是有的 如果你仔細去看的話 因為昆蟲是生命很短嘛對不對 所以或許它受到的影響 是比較少的 但是你仔細去看 裡面的昆蟲 還是有受到這個核災的影響 怎麼樣的影響 而且我們看到 一般的蜘蛛的話 如果你去看蜘蛛絲在結絲的時候 蜘蛛絲就會從中間 用一個輻射狀的這個很規則的 這樣子結網對不對 但是你去看 在車禍比附近的這個蜘蛛 它結出來網是不規則的形狀 它根本沒辦法 你看它這個 為什麼 是雜亂無章 根本連一個中心的核 核心 這個所謂輻射點都沒有 就是雜亂無章的這個狀況 它沒有辦法好好的 對 那人家說 為什麼會這樣子 後來人家去研究說 事實上在生活中 如果你把這個蜘蛛打入藥物之後 它是在一種所謂不清醒的狀態之下 它會有這種雜亂無章的出現 所以事實上在這個地方的這個蜘蛛 是有一點點雜亂不清醒的這個狀態 所以你說它的平衡感 它的空間間感都受到影響了 對 那事實上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你把蜘蛛如果丟在外太空 對 在一個無重力的狀況下 它開始也會這個樣子 可是過了一兩天以後 過一陣子 它會恢復它的平衡跟空間感 可是在這個地區 它就是一直持續的雜亂無章 對 那事實上 這個地方也不是說都不能住 都不能住動物 事實上這個曾經有關當局在那邊的話 就是說把這個蒙古馬 拿到這個地方來復育 因為蒙古馬是最能夠 適應環境的一種動物 是 那蒙古馬在這個地方 因為它在這個 所謂低輻射量的地方 讓它在 因為人都不能進去 讓它在這個地方好好的富裕 結果一開始富裕的時候 抱歉 一開始還真的還不錯 想說這個馬可能生命力很強 你說蒙古馬增加了 對 它沒有受到這個輻射的影響 但後來發現到說 這幾年來 這個蒙古馬突然就大量的死亡 你說動物星球迷到去發現說 這兩年來蒙古馬大量死亡 那人家想說 這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那這個相關研究的人 你就去收集他們蒙古馬的糞便 那他們出來收集之後 沒想要去化驗之後 它的色衣三七 怎麼囉 量非常的大 身上有輻射物 對 也就是說它短期間之內 沒有受到影響 但是長期間之內 因為不斷的累積 不斷的累積 不斷的累積之後 在它身裡面存了非常大量的色衣三七 然後就突然之間 它受不了了 就突然就暴斃了一個狀況 真的假的 對 你說一開始的時候 蒙古馬還可以繁殖 大家覺得沒有問題了 馬都可以適應了 其他也沒有問題 可是它突然慢慢的減少 跟它裡面色衣三七的累積有關係 對 那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知道烏克蘭那邊 有很多狼 野外的狼在那邊 那狼的話 工作人員居然發現到 這邊的狼跟外面的狼不太一樣 怎麼不一樣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狼 雖然說看起來很兇殘 但是它其實很怕人類 人類靠近它的時候 它不會主動跟進 甚至它會躲開人類 它也不會去攻擊所謂的家禽 啊 雞之類的 但是在這個地方的狼 會去攻擊家禽 會去攻擊雞 他們的攻擊性比較強 甚至它還會攻擊人 曾經有一年的時候 有六個這個所謂的 專家進去裡面 要工作的時候 突然看到這個狼 一般的狼看到人的時候 它會趕快躲開 就沒有 它就突然好像兇性大發 就上去咬了那六個人 幾隻狼就攻擊一群人 這個在一般野外的狼 是看不到這樣的狀況 狼雖然有野性 對 但狼不會那麼主動的攻擊人 是 但這些狼居然 把那邊的科學家 直接的鋪上去 對 這個地方的狼 好像個性特別的凶狠 那豬也是一樣 事實上在這個地方 它吃的東西跟一般的地方不太一樣 它在這個地方的豬啊 不知道為什麼 它連那種很硬的堅果 它都能夠吃得開 而且更令人 人類擔心的是什麼 因為這邊豬啊 沒有這個生活的範圍 它在裡面累積了非常多的 輻射量之後 走出的這個進去之後 在外面烏克蘭人 或是俄羅斯人 會把它裂殺來吃 那裂殺來吃之後 因為它身體裡面 有非常多的輻射 就變成人家的餐桌 對 變成人類的這個餐桌 甚至會影響到人類 甚至我們剛才講到的這個紅森林 紅森林他們現在最怕的是什麼 因為紅森林的落葉裡面 還有非常大量的這個輻射物 萬一有一天 這個紅森林火災起來的時候 是 它燒起來的時候 那個紅森林的輻射 會隨著空氣飄到全世界之後 那又是人類最大的災難了 好 四通 他們這個 東部星球皮刀的團隊 還跑到了實驗室去 是 他說他們的魚都變大了 對 那個地方的話 有一個水池 水池裡面有碾魚 我們知道碾魚 事實上是非常會適應這個生活的習慣 那你知道這個地方的碾魚 經過那麼多年之後 它也出現了一個變化狀況 變化 它的體型比外面的碾魚都還要更大 這假的 雖然說它可以在當地生活下去 你說在他們的這個研究室旁邊 有一個水池 水池裡面有碾魚 那個碾魚長得特別大 對 比外面都還特別大 那他們已經適應了當地的環境 就已經出現了那種基因突變的這個狀況 但是他們已經充分地適應當地的環境 但是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些複射物對這種所謂動物 還是有非常大的影響 好 朋友明天就是 車諾比三十週年的日子 我們現在現場特別請到 在台灣有七個年輕人 這七個年輕人都在歐洲念書工作 他們離車諾比比我們台灣來講相對的近 所以他們非常好奇的是 他們就組團 跑到車諾比想親自去看看 車諾比的現況到底跟媒體報導的 有多大的落差 雅韻你就是那七人小組的一部分 沒錯 你也出了一本書叫半摔期 沒錯 你們到底為什麼跑去車諾比看 而你們在車諾比看到什麼呢 其實一開始去的時候就是純粹好奇 那你看到像動物星球頻道 或是很多的報章媒體報導 那其實它呈現的都是不一樣的東西 有的人是呈現廢墟死沉 有的人是呈現自然生態 回復到整個區域 有很多馬 有些動物有人回住住了 沒錯沒錯 所以我們就覺得 為什麼同一個地方 有這麼多角度可以去詮釋 那倒不如有這個機會 那我們就親自到現場 去看看那個地方 到底是什麼樣子 用自己的方式 用自己的眼睛 跟自己的觸覺 去體驗那個環境 你們真的跑到車諾比去 我們跑到車諾比去 我們還吃了那邊的水果 吃了車諾比的水果 我們還帶著那邊的 那個回歸者種的東西 帶回來台灣這樣 回歸者 好那當然非常好奇就是 你們去的時候 你們身上都要帶這個檢測儀吧 在那個地方的輻射值 比其他地方真的來得高很多嗎 如果你是在說 車諾比核電廠裡面的話 它的輻射值大概是 五維西弗每小時 那如果以一般環境背景值 大概是0.15左右的話 大概是 都50倍了 大概50倍左右 但是那其實都是要看劑量 因為你每天不是24小時 待在那邊 那員工在裡面工作 他每天當然是他有每個排班 所以你要看的是 每年的累積劑量 現在就是你們拍出來的畫面 對 那面牆其實就是在 第三反應爐的地方 那我們知道爆炸的是 你說這個牆後面 就是爆炸的反應爐 沒錯 exactly 它中間隔的是 三公尺厚的水泥牆 然後我們就是在那個地方 拍攝一個紀念碑 因為那時候 第一個罹難的人 其實他就是因為爆炸之後 整個建築崩塌 他就跌下去 所以他不是因為輻射死亡 他是被建築物給壓死的 是崩塌的時候死掉的 對 所以他就在那邊 立了一個紀念碑 現在穿白衣服的就是你們的成員 對 然後所以我們進去 只是穿一個 像是醫生白袍的防護衣而已 然後那邊測量到的是 13小時維西服 但是我們要怎麼看 這個13小時維西服的劑量呢 他看起來好像跟普通的環境 高上100倍左右 對啊 但是實際上 要是你每天都抽菸 然後一天待 每一年都抽 抽一包到一包半的話 你身體的累積量是 13000維西服 不是 你跟你說 可是我偶爾繼續當沒問題啊 可是我如果在那邊生存的話 我不是每天在這個 100倍的輻射量的地方生活嗎 對 但是你看 如果你抽菸 13000維西服 你除以13 假設你一直都在那邊 還是有1000個小時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劑量 你不是長時間 都是在那個非常高的輻射熱點 對 所以 但如果平均來講 都是比較 就是只有一些熱點的話 那是沒有造成任何危險 所以我們看的是累積劑量 是 好 那 雅宇 剛剛看到到那個時間 那個工廠是非常危險的 可是你說你印象最深刻的是 你說去了一個地下室 那個裡面是 輻射氣量最高的地方 對 沒錯 那個地下室我們沒有進去 因為導遊說 如果你進去的話 這趟旅程對你來講 就是有進無回 真的假的 有進無回 當然有兩個解讀意義 第一個解讀意義 就是這個輻射太高了 那可能會造成你健康的危害 那第二個就是你進去之後 你身上可能會沾染一些輻射層 那我們出去管制區的時候 必須要經過輻射的檢測 要是這個輻射檢測沒有通過的話 我們就要想盡辦法把它通過 一定要在一個 不能把輻射層帶出去的狀況 你說如果你不能通過 就一輩子留在車落筆嗎 沒錯 你可以試著把身體洗乾淨 或者是把全身衣服都脫光 那這如果通過就OK 但是如果你把這些輻射層 吃進你的身體之後 那就變得比較危險 你就要在裡面 等到它代謝之後再出來 那這個就不知道要花多久的時間 所以真的是有進無出 你進去以後 你輻射層 你的量沒有低下來 你就出不了這個門了 對 但是這也是整個環境值當中 比較少數的熱點而已 其他來講都狀況都還好 因為蘇維外政府花了很多時間 去清理這整個區域 那你剛剛講 那個地下的事是一個什麼樣的環境 為什麼這麼可怕呢 那是因為當初核災發生的時候 第一批的消防員去滅火 那他們其實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那時候因為有很多輻射層噴發出來 所以這些輻射層就直接沾黏在他們的消防衣當中 那經過一個小時之後 因為曝曬過量輻射 對 他們就直接被送到那個醫院當中 那是醫院的地下室 那是醫院的地下室 然後那些制服被脫下來之後 就放置在那個地方 那但是因為有一些人呢 他想要搗亂 所以他就從地下室當中 拿了一件衣服出來 放在一樓的地方 所以像我們這種觀光客或是訪客 然後就可以把蓋格基礎器放在那個前面 然後去測量那個輻射值 真的很高嗎 蠻高的 120左右 大概是現在的1000倍左右 1000倍 光是那個衣服 那你走到地下室有多少 有人進去過 他說裡面將近有2000維西服左右 每小時 那就兩萬倍了 差不多 對 好 那剛剛講到的 這個地方你們還進到了實驗室 也看到那一池水 還有你們也跟當地的人 生活的人有交談過 對 那邊其實有所謂的回歸者 那當然在車諾比核電廠裡面 現在還有2500個員工還在工作當中 你說車諾比核電廠還有人工作 對 現在照片其實可以看到就是 那些員工那個不是我們 那個是現在還在工作的員工 對 沒錯 這個是員工 這也是員工 後面這個是員工 對對對 他們是他們的公關部 然後他帶我們進去參觀整個車諾比 車諾比還有人在工作 對 它裡面在工作 因為他還需要做核電廠的廚藝 還有包含他現在要蓋一個新型安全為主體 所以還有這麼多的員工在現場 一直持續的工作當中 那剛剛還有提到所謂回歸者的部分 他就是當初被撤離了之後 在新生活的環境當中不適應 所以他希望回到原本的家園內 對 然後在那邊自己自足 自己工作 自己耕作 然後在污染土地當中 活了大概29年的時間 活了29年 對 可是你說那個土地還是有輻射 應該說它是在歸納在所謂的管制區內 那當然還是相對來講 比我們這些沒有污染的區域來講 比較有它的風險在 但是舊環境的那個環境 它不是最嚴重的地區可以生活 還不是最嚴重的地區這樣子 對 它是相對比較高 但是還沒有這麼離譜的狀態這樣子 但還是有很多車諾比的人 要回到那邊 不然它在外面是活不下去的 對 對他們來講到一個新的生活 然後大家又認為 你是從車諾比來的 你身上一定有輻射 然後這種風瓶被害的東西 其實對他們造成來講 很大的影響 找工作不順利 新生活也融入不進來 你要搬進這個社區 大家都排斥你 所以對他們來講 回到原本他們居住的地方 反而來講 對他們來講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那雅瓶 你剛剛不講 他還在做一個圍組體 你把他嚇壞一次 他的福祉還在外流 所以我還在做一個更大的水泥圍組 整個水泥體 把它給圍組不是嗎 對 我們也要到那個現場 去看到那個圍組體 它其實已經快蓋好了 然後它是一個半圓形的建築 那裡面當然有很多的遠端機械手臂 因為它的終極目標 遠端機械手臂 對 人不敢去嗎 應該是說我們要盡量讓人 遠離這個輻射的威脅 所以它使用遠端控制機械手臂 打算將這些爆炸第四的反應爐 拆除之後 然後送進永久存風的地方 然後讓這些車落比的核災造成的影響 可以永遠遠遠的跟人類 觸隔開來 觸隔開來 對 沒錯 可怕的災難 它對整個前蘇聯來講 也是造成很多人命的傷亡 到現在對於整個核災 到底怎麼去散後 怎麼去處理 它也是一個典範 不然會覺得有些人 要去用來 通過直接進去 用來的 會有些人 在夜間 有些人 在夜間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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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